事實上的行業就是這樣子 老闆他還有能力 有空間可以去調整 所以當你政府的法令 是七休憶的時候 他會想辦法 他還是會去配合 還是排得出來啦 對 那當他排得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受益嘛 他就可以七天真的休一天嘛 但是你今天政府帶頭 你竟然把這一個法令直接拿掉 讓他完全放寬 那就是大量的倒退回去嘛 他這個頒表明年會不會排 就不會了嘛 因為政府不管這件事 我幹嘛排七休憶的頒表 我實施修二 我能力多好調配 我就用我這樣的方式來執行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反應是 他們的困境 大老闆還是有絕對的權利 今天所以今天政府的角色 就更重要 你的遊戲規格如果定得清楚 而且它是在可執行的範圍底下 你不應該輕易鬆動 因為你的一鬆動 你真的會養出很多管老闆 週一到週五 新聞生喉嚨 有多深 挖多深